在未来世界,冰川融化导致海洋淹没陆地 但肉肉强食是不变的法则 当五大粥板块再次形成时 预言陨石正朝地球驶来 随着一场灾难性的冲击 地球瞬间飞灰烟灭 辛普森发现他们竟失去了重力 马基好不容易租上沙发 兄妹俩也使出吃奶的力气 成功坐了上去 现在只受猴墨一人 他拼命地挣扎 幸亏小麦抛出可伸缩的盘皇 猴墨这才勉强勾到沙发 没想到他手上一滑 竟飞到了天上 从此一家人生活在太空中 他们适应了新的环境 猴墨为儿子戴上防护服 送走了巴特 他下了飞船 独自开着小行舱前往太空小学 没想到 巴特竟偷溜到游乐场 飞船行驶到中途 猴墨邪女儿开场 也给他打开防护服 在仅存的雄和树之间 丽莎选择了后者 马基伸手向丈夫要钱 猴墨大方地拿出20元 这怎能满足他的胃口 猴墨还想搞通袭 马基如愿已成的来到购物天堂 猴墨作为一家人的顶梁柱 穿戴整齐 迎接新的一天 未来的飞船能一秒变光纹帮 猴墨来到他最熟悉的操作台 好家伙 原来他只是工人参观的动物 人类已成为宾威物种 辛普森一家有多火 竟和指环王梦幻联斗 马基化身成白袍物诗 瞬间将借铃变成飘飘 贪婉的猴墨被巨龙吞噬 一家人决定寻找末日沙发 瞒着霍比特爷爷偷偷行动 他们离开了故乡 踏上一段奇幻的冒险之旅 一家人穿过新手村 来到魔法森林 又翻过死亡山脉 在途经山洞时被邪恶咕噜钉上 突然一个异性咕噜出现 他表示 没有魔戒就不打扑克 咕噜刚把戒指给他 对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呼戒小队在途中撞见巨人 随着太阳升起 他们被瞬间石化 一家人跋山涉水 翻过冰天雪地 来到精灵城堡 当经过吊桥时 分众的侯末差点把桥压垮 他们来到黄金巨龙的巢穴 侯末想偷走几枚金币 他们即将到达目的地 可前方竟出现邪恶的剑林 马基挥出魔杖 瞬间将他们变成听话的幽灵 大家终于抵达终点 侯末却独自躺了上去 这是权力的游戏版辛普森 春田镇坐落在地图的北径 城市里的房屋犹如游戏一般 史塔克一族过着安宁的日子 士兵也可以悠闲地畅饮 他们信仰人救神 长山不死的爷爷无所不知 而巴特是家中唯一的私生子 在临东城的另一边 则是七大王国的首都军林 那里虽然繁华似锦 却到处充斥着阶级的矛盾 而这一切规则的制定者 竟是封王黄百万 也是铁王座上的男人 这时大量的三眼乌鸦出现 预示着世界将迎来新格局